YEAH 今天收到 GeForce Now 雲端服務的任務 所以我們今天呢 要來推廣這個GeForce Now 雲端遊戲 那GeForce Now 雲端遊戲是什麼呢 你只要透過串流 你就可以到處都可以玩遊戲 不再受限於硬體 只要速度網路都快 你就可以玩遊戲 好 那大家也知道我是一個企劃魔人 不可能在家給你玩這個人 所以我今天後面的是什麼 露營車 我今天要帶著露營車去Outdoor 玩雲端遊戲 把這個玩遊戲的快樂 帶到大致來 但是我又是一個露營廢人 大家也知道我是一個慵懶的人 但是今天到底要將這兩個東西怎麼結合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另外呢 今天諾基在上班 所以我現在幫我拿攝影機的是誰 CAMERA醬 就是我的助理阿綠 然後他晚上就回去 所以我一個人要睡到露營地 然後睡到這個車上 跟GeForce Now一起睡覺 GOGO YEAH 露營廢人抵達了露營場 我們在哪裡 華州露營區 華州露營區在哪裡 在萬華 我們千辛萬苦的 看看我們的露營區 車程大概20分鐘 現在就是在台北市中心 哇 哇 大自然 這就是我們今天挑戰 GeForce Now 雲端遊戲的地方 我們挑戰開始前 這個任務 我們先來 setting 我們今天晚上要住宿的地方 就 我一個人的車床 今天就是要在台北市中心 過我的這個露營廢人的初體驗 開始 setting 好 現在 2點多吧 KAMERA醬我要幹嘛 搭帳篷 我以為妳會說補 對 我們要來搭帳篷 喔 好酷喔 第一次車路耶 因為我很 我睡帳篷很睡不好 我覺得車路 也許是我這個廢人可以 可以享受的一個方式 可是妳是貴公子 喔 我是貴公子 我第一次體驗這台比較沒有那麼豪華 大有廁所 原本要租有廁所 如果這個系列大家喜歡的話 我們可以租全台灣的露營車來看一看 好 這個帳篷 他說 欸 卡住了 欸 欸 卡住了 欸 他說要讓他 崩的 齁 不要讓他垂下來 所以這個已經到極限了 哇 看不到腳沒有帳篷了 你的 你的帳篷 我等一下回車上吹什麼 你等一下打Uber回家 好 我們的帳篷好了 登登 哇 帳篷 好 我們等一下繼續改裝 那我們現在要拿什麼 桌子 如果曬上算工商啊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有什麼問題 他說這個叫蛋捲桌 齁 我不知道這什麼東西可以吃嗎 喔 不錯耶 蛋捲桌 蠻牢固的耶 再 又一個桌子 你不要加時間桌子 等一下放飲料用 如果這些東西 全部我的社團都賣我就發了 我就變露營 outdoor outdoor社團 喔 而且租這台車 全部東西都內褲在裡面 真的蠻不錯的 哈囉 瓦斯爐 喔 先放旁邊 神秘料理煎晚上 大家期待 喔 這個給你 來借過 這個鋪桌上還鋪地 這是地毯吧 這是地毯 哇 一看就 哇 整個 高級感就起來啦 這個 來自波斯的羊毛地毯啊 真的嗎 真的假的 欸 它真的很nice 它東西都有給 不錯耶 哇 哇 怎麼樣 感覺有了 像是 上店 我剛剛有 觀眾說你瘦了 嗯 然後很想要跟他說什麼 我想要跟他說 嗯 你要仔細看地毯 屁啊 幹 欸 這怎麼用 這太不穩了吧 這個也沒辦法卡在這啊 就是你這個要搬 到這邊 喔 可以搬嗎 我可以耶 喔 對 欸 你很聰明耶 他們要講善喔 喔 妳收 嗯 你收 我不收了 好 第一步完成 我們再往下走 太熱了 我們休息一下 現在車內不是靠引擎發動 是靠車上的冷氣 我們現在先將隔熱做一做 小窗窗有在貼隔熱貼 其他的隔熱放在外面的箱子裡 等一下再弄 哇 還有抽屜耶 收納空間 我才能被椅背打死 打死了耶 非常好 哇 我有一張床了 很有露營的感覺耶 其實 理想中寬敞耶 還不錯 中華德利卡讚 好 那我們 稍微冷卻一下再繼續拍 外面setting的東西 其實現在正中午有點太熱了 好 剛剛休息一下 現在真的太熱了 現在三點了 我們繼續setting 好 我們剛剛從他給我們的這個 來 這個箱子 我們要拿到出這個 磁吸遮罐布簾 磁吸遮罐布簾 那裡面稍微已經貼了一些 因為真的太熱 我們可以做一些防曬 就是貼在他的後面四個角 用磁吸的方式 好 好 這就是 前面也把它折住 哇 這樣就不會熱死 所以我們 室內 晚上睡覺地方搞定 好 我們現在就來 把戶外setting完成 再來是這個 LED燈條 它說可以佈置你的環境 LED燈條真的是一個 蠻偉大的發明 最近在家裡也有搞一些 LED燈條的小玩意 好的 這個就是我 今天睡覺的地方 露營頂級娛樂中心 吹著風 啊 泡著車 看著藍藍的天 還不錯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 開始我們的 G-Force Now 營裝遊戲setting 好 你看我帶了什麼 登登 曲面螢幕一台 電腦一台 藍牙手把一隻 辦好的5G網路一隻 延長線 都準備好了 完美 露營廢人 在台北市的中心 打電動 誰說一定要宅在家才可以玩遊戲 我宅到戶外 才是快樂 好我們現在就來逛一下G-Force Now 看看上面有什麼 G-Force Now 這次主打 新遊戲體驗 簡單輕鬆 唱完3A大作 雲端運算 免升級液體設備 MacBook也能玩 雲端儲存 不佔空間 免安裝 免等待 下載遊戲 化妝置平台 PC手機平板 以及Android TV都能使用 遊戲庫支援超過千款以上遊戲內容 那如果你有付費的話 還支援RTX ON光線追蹤喔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它裡面有什麼 哇這個戰力風雲第五季 在裡面有 還在特價 絕命精神病院 哇也已經在準備在上面了 戰爭機器霧欸 還有我們下面等一下會玩的四季四 然後魔物獵人呢 破曉了之後呢 會有免費的demo給大家玩 然後原子之星 原神 巫師3 RVO還有我們家玩Cyberpunk 都有 其實遊戲很齊欸 其實基本上 3A大坐在上面都沒有問題 絕對都玩得到 哇 我現在在野外玩Cyberpunk 哇 哇 我們要來 在野外開車囉 Yeah 哇 我是不是開錯路了 完了 Oh no 撞了 Oh no 等一下它這個馬路齁 它這個 完了 我已經不知道開到哪了 我沒有要撞你們 走開 啊 哈哈哈哈 你你你剛剛 臉絲欸 不是啊 它自己靠過來啊 哇 哇 哇 你看 第一次在 玩這種 3A大坐 還有光灑上我的螢幕 還有風 然後我的腳踩的不是草皮 不是塑膠草皮 人造草皮 是真的草皮 而且現在還有 螞蟻跟蚊子在頂我的腳 喔 風出來了 風出來 啊 我覺得我要推廣 蚊子電動節 就請GFOX鬧雲端有機贊助大家 一人一台露營車 跟一個電腦跟螢幕 大家一起來 來 Land Party 哇這一定超爽的 哇嗚 夜城我來練 nice喔 畫面真的是 不錯欸 哇 你看這個運 哇這個煙 哇 在玩 真的不錯 魔物獵人開啟了 等一下我們就來 野外打獵 露營廢人的野外打獵 出體驗 我目前還沒有玩過RICE 那現在呢我用的是這個白金方案 它有六個小時的 每次的無限次使用 而且六個小時的遊玩時間 還有優先排隊權 以及呢 支援RTX光追追蹤技術 它這個 魔物獵人裡面 都有支援 我們現在就來玩這個 魔物獵人 Master Hunter 你要把女生 那我本身會用女的 騙裝備 對啊 騙 這個不錯 跟你一樣壯 喔魔物獵人的女生 都比較壯 因為 它是一個 很擬身的世界 他們都在裡面跑啊 跳啊 飛的 所以其實他們的肌肉量很壯 不會有那種 很不合理的 那個 太瘦 然後但是卻有很多肌肉這樣 出發 很漂亮耶 有點爽耶 怎麼辦 耶 我們當獵人囉 塔卡西耶 很棒耶 很棒耶 你會打特快樂耶 你只要帶一個螢幕 帶一個電腦 戴上GeForce那種 喔這個很爽 收集武器 魔物獵人真的 要學得多東西耶 哇 清風徐萊香滿喔 哇 它可以邊騎乘邊採集耶 好魔獸喔 好棒喔 啊 咻 咻 好 耶 耶 剛剛過完新手任務了 感覺很不錯 而且非常順 好我們現在繼續往前 我想不到GeForce那種玩 魔物獵人超讚的耶 我覺得比三胖殼還讚 因為三胖殼就 手把玩還是有一點小心 但是 魔物獵人幫我玩起來 我覺得它的流暢度更讚耶 蠻推的 但是都很都很不錯啦 欸 開始旁邊有人在搭帳篷 也有人來錄影 晚上來河濱才開始錄影 應該從來沒有想過 有人會再錄影必打電動吧 太棒了 大家說看了我也會說 嗯 真的蠻Chill的 我也覺得蠻Chill的 有時候齁 在家打電動 還是因為很多事情會分省 那今天出來戶外 其實 雖然說沒有到山上或野味 但是這邊 也有一種令人放鬆的感覺 而且覺得 換個環境更專心齁 很久沒辦法像小時候 那麼認真的沉迷於電動 專心 但是又不會覺得 都封閉在冷氣房裡 其實蠻舒服 因為冷氣房夏天吹久 打電動其實蠻累 那如果你這樣搞一個 蠻輕鬆協議的耶 真的蠻不錯 然後再看看這畫面 再看看外面 G4Snow 讚 好 那我們就來準備晚餐 GO 電動打一半 肚子餓了 我們就來露營 最重要的是什麼 吃飯 野營做料理 但是呢 我是一個露營廢人 而且我今天露營呢 是在華中露營區 所以剛剛 外送已經把餐點送來了 我真的好廢 我在河邊打電動 吃東西來看外送 我就廢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吃什麼 這是附近點的到 很有名的豬腳 哇 你看露營可以吃豬腳耶 多爽 哇 還有香腸 這個讚讚讚 聽說還有肋排 然後這個是什麼 喔 麵包 小餐包 哇 這個才是公子哥的露營 今天很爽喔 今天豬腳買一送一耶 算到 算翻了 算翻了 而且他真的好廢 因為剛剛愛馬仕的同仁 一直問說要不要拿東西 下來給你們做 當真正的露營 他一直說 我不要 我不要 煮飯有麻煩喔 我這邊還是要強調 真心喜歡凹凍 有煮飯 跟擺設的人 因為是最棒的 那我就是一個 很廢的懶人 所以我選擇這個方式 那哪一天我能去戶外 我也會希望可以來 自己親手弄一下 如果大家 喜歡我這個購費的旅程 我可以再拍更多的挑戰給大家看 看看 到哪一個露營區叫不到外送 我就會下去煮飯 原來這台北露營 挺爽的啊 我好像那個喔 那個中國短片那種 什麼 賣種吃 賣種吃貨 哇 得咧 這一鍋都是肉啊 酸 噢 嘩 嘩 嘩 好爽 好 剛剛吃飽了 然後我也點了一個快樂的 五酒精麥茶 因為外送唯一能送的東西 太爽了 還叫了冰塊 接下來的夜晚就要來玩 四季帝國4 那玩之前呢 先稍微再說明一下 GFORCE那種雲端遊戲未來的東西 因為像四季帝國4 它是SGP上面的遊戲 它接下來會有更多SGP的遊戲 會加入在GFORCE那種裡面 你會玩到更多上面有的遊戲 兩邊都可以一起唱玩 越來越多人可以像我一樣 在這個錄影區裡面 瘋狂的玩遊戲 我們來看一下它有什麼 免費遊戲區玩 這樣免費遊戲 都跟你講 這個WARFAN超好玩 我自己就很愛玩 天龍 阿爾比翁也是現在很紅的 算是線上RPG 然後流亡暗道 原神 天命 CS 你就算這樣這些免費遊戲 也很夠你玩 也都是很強的大作 喔 機戰2也有喔 喔 我很愛機戰2 好 所以免費遊戲 在這個上面也是玩得非常的過癮 那我們現在就在最後夜晚 來玩SGP帝國4吧 我是白金方案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太金方案 我們晚一點來介紹 喔 很順耶 這個打司機很順耶 誰打我 狼打我 臭狼 哇 開始被蟲蟲攻擊了 走開蟲蟲 不要停在我的螢幕上 喔 跳成就了 跳成就了 阿蟲蟲不要攻擊我 不要跟電腦一起攻擊我 阿 飛到我臉上啊 好 現在大概晚上10點11點 玩得有點累 而且我剛剛是被蟲蟲攻擊 所以我現在躲到車上 那個小助理已經跑掉了喔 剩我一個人在這裡 今天算是我一個人 怎麼說 獨自的車床之旅 其實蠻快樂的 就是3C以來跟大自然 還是可以共生共榮 雖然 我真的是一個露營廢人 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可以繼續拍 那最後呢 還是很感謝這個GFORCE NOW 雲端遊戲這次的邀約 真的是蠻有趣的 我自己想到這計劃 覺得喔 幹 那麼熱又那麼累 但是實際玩起來的時候 真的很過癮 真的 真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跟一個任務 我很喜歡 好 再次感謝GFORCE NOW的邀約 終於有一個鏡像新來 可以好好玩遊戲的時光 那現在那個鈦晶方案呢 我們會放在資訊欄 那最後影片我們也會有一些片花 就是實際有玩鈦晶方案跟他的介紹 請大家不要走開 那如果喜歡我們頻道 就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那如果也喜歡這個 我出去當露營廢人的話 也跟我留言一下喔 我們就繼續拍下去 掰掰 掰掰 YA 回家以後咧 我們就繼續來玩我們的GFORCE NOW 我現在要繼續玩魔獵人 那我現在用的是白金方案 到時候用我的新的鈦晶方案 畫質會更加的提升喔 他的GFORCE NOW的鈦晶方案呢 他接下來會進入高畫質的世界 支援1440p的解析度 而且幀數也提升 支援120fps帶給你順暢遊戲體驗 比現在看到白金方案更順暢 解析度更高 而且還有低延遲 為你提供超越家用主機的低延遲表現喔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現在正好有搶先體驗參加辦法 搶先活動的體驗時間是 7月25日到8月6號 只要搜尋他們的這個 太晶方案或下方的連結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搶先體驗的活動喔 真的非常的讚喔 我非常也期待 接下來太晶方案帶給我們的全新遊戲體驗 讚啦